镇江北路农贸市场 巨大 来吧 挣量多少钱 25 你不农家不是挣量吧 37 37 这个虾怎么卖的 33 这个呢 28 这个多少钱 这个35 这什么虾 那叫红尾虾 这红尾虾是咱本地的 本地的 海水养殖了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开行多少钱 整个18亿年 哪个四五千了了 18亿个还行 应该请到也盖了毛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市场旁边的 屁股 大虫子 那个虾干 足足行了 五行还有个 就是一块 一块就是那个 一块种种足足流行 然后吧 这个鱼 整粮鱼你看看怎么够 你这个稀饭多钱一货 18 18哈 这稀饭太稀了 整粮鱼实际上 不是请到本地老百姓 像长翅的鱼龙 说实话啊 屁股也不多见 我对这个鱼印象不深 所以今天加深加深印象 你看这个 真亮的鱼的骨头 看了吗 是绿色的 但就这个鱼的新鲜程度 再加上它的这个口感来说呢 我觉得 可能比这个满岭鱼要细致很多 如果你碰巧能买到新鲜的这种真亮鱼的话 可以尝一尝 这个鱼真是很鲜明 来口西方吧 润一润 但这个鱼吧 鱼刺特别多 凡是在生活当中 特别能舒辣鱼刺的人嘛 这种人能干大事 我听一个老哥说的 就愿意干简单事吃简单东西 恨不农一点的侧没有的 成不了啥大事 我觉得我也是 我就觉得吃这个鱼麻烦 成不了什么事的意思 这叫什么吗 这叫海鲜 五角鲜 那这个东西吧 老人说 这叫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叫法物 这东西不能多吃 一顿的话 就吃一个 这个东西很鲜美 但一顿的话 建议你就吃一个腿尝尝鲜就行了 如果你吃的多的话吧 可能有些人就是身体自带 自身的一些隐秘的那种疾病 可能就会被这个海鲜呢 又发 就是被这种乏物一类的食物 又发出来 海鲜里面好像一坨一坨的 也说不上是什么 是那种一坨一坨的 灰不垃圾 灰黄灰黄的 蒸出来了 所以说 有一句话叫怎么了 能蒸不煮 蒸出来的海鲜吧 一定比煮出来的好吃 当人家早晨起来 还能愉愉快快的 吃个什么煎饼瓦子 吃个什么 那个面 那个油条的 我们早晨吃点什么 你就吃点这个熊了 就个小媳妇 叫猪 就烦住在青岛 青岛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枯燥乏味 却无奈 都是不像手切的 有点像草虫草的 这个镇江北路 农贸市场 也是在台东 有很多朋友 因为大家伙都喜欢 到台东来玩 台东这个地方 就是青岛 这个青岛 郊州半岛 这个三角地的正中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人流量很大 这个海鲜市场呢 也是在台东这边 那么台东这边 有三个比较大的海鲜市场 分别是南山海鲜市场 还有后来的 迎口路海鲜市场 还有后来的 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地方 叫做 镇江北路农贸市场 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大海鲜 一共消费66 我还满意 你们满不满意呀 大概是中国火灭的方说 在台东西渡市场 统号 没有很大 谢谢大家